今天要來執行一個特別的計畫 由於本人我呢 三月壽星在此 然後呢這個決定有點瘋狂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我其實應該養蠻多貓咪了齁 所以這一次這個特別的計畫就是我們的 兩隻貓咪的加入 兩隻貓咪的加入 以為不會是養了老四跟老五 結果沒想到呢 又養了老四跟老五 好不好 然後這一次呢是一公一母 然後我就帶大家來看看 這兩隻長得多可愛 來攝影師走 你看老四老五 謝謝 我們謝謝他們 兩隻呢 一隻是山花 一隻是奶油 櫻段 怎麼那麼可愛 這隻是卡士達 這一隻是那個 今天心情沒有很好我覺得 欸我們昨天感情不是很好嗎 底下留言告訴我你最喜歡哪一隻 他們真的太可愛了 而且這隻很肥短喔 你看快快快快 還有僵住了 換你了 喵喵喵 可愛嗎 攝影師可愛嗎 最主要呢 其實這次會想要對養貓咪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我來這間店來超多次的 哪一間啊 小貓貓園 我大概是幾歲 18還是19的時候我就來過了 但是我從 從來這邊呢 都沒有消費過 然後老闆就常說 養貓是一種緣分 所以確實是個緣分 這次你看一來就帶了兩隻 欸兩隻都是陰短的樣子對不對 可是他臉超W的欸 來看一下 臉超W的 W 可愛的貓貓 他們兩個個性很不一樣 一個超級活潑 一個就是屬於超級害羞型的 這兩隻帶回去之後呢 我要帶他們去拍鞋徵集 而且我真的就要把他們帶回去 不知道丹奴跟那個喬巴星巴會怎麼樣 我先去完成手續 媽媽跟我回家了 跟他們照顧你的說再見 真的 會成為一隻好貓的 欸把這句話錄下來 他到時候不乖話 把這句話來 跟老闆說 喔是媽媽的問題 完蛋了 好啦以上呢 感謝我們的小貓貓園 我講錯嗎 沒有 那接下來呢 還會帶他們去拍寫真 那算是寫真幾嗎 寫真書啊 反正隨便 對到時候也可以再拍個紀錄片 給大家看這樣子 應該會很可愛 我們敬請期待好不好 再次兩隻要來拍 形象照 耶 大概只有這麼小的時候 做個紀念啊好不好 要不然其他貓應該會那個 不平衡 好了 那我們就不要做太多的拍場 趕快讓攝影師去發揮感光 耶 好的我們今天終於把我們這兩個 方塊書跟卡斯達帶來拍照 我發現 全真的很難賺 因為呢 每一隻動物他們的習性啊 還有個性不一樣 像卡斯達他就比較 就比較活潑一點 他很快就熟 可是像方塊書 他比較比較熟一點 所以他很容易就直接躲起來 所以攝影師就這樣 我覺得有了這一次的體驗之後呢 就是覺得他們很了不起啊 因為每一張很好看的作品 都會很辛苦的一個代價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 帶兩隻貓咪來拍攝的一個結果啦 好不好 到時候再把一些好看的照片 放在後面 分享給大家看 好那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這也是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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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ли